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树蛙 你怎么看起来很烦恼 小树蛙说 买电池好麻烦 怎么有这么多种 狐狸猫笑着说 那是因为 从西元1799年发明出福打电池之后 随着科技进步 电池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仅可以为手机 手表 电脑 游戏手把供电 甚至连汽车 飞机等也都会用到电池 生活中常见的电池 依照重复使用的特性 分为只能用一次 用完就丢 不能充电的一次电池 例如干电池 以及可重复充电 循环使用的二次电池 也就是充电电池 干电池是西元1865年 由法国化学家勒克朗社发明的 他将辅打电池中的电解值水溶液 以弧状的电解值取代 而现代的干电池就是以此为基础 在做改良 譬如碳芯电池和碱性电池 通常听到的干电池 指的是碳芯电池 结构上是以新的桶状外壳作为负极 中间的碳磅作为正极导出电流 并由二氧化猛 接收电子进行化学反应 而正极与负极之间 则填充弧状的氯化氨电解值 碳芯电池 平均电压约为1.5伏特 在放电后 电压会逐渐降低 较不稳定 比较适合耗电量小的电器 像是遥控器或时钟 狐狸猫请小树蛙想一下 干电池分为碳芯电池和碱性电池 外观看起来差不多 为什么要分不同的名称呢? 小树蛙犹豫地说 嗯...是因为碱性? 没错 虽然它们的外观相似 不过碱性电池是由金属帽连接金属外壳 作为正极导出电流 以二氧化猛接收电子 氢粉放出电子 而镀镍合金棒作为负极导入电流 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 碱性电池的电解液是使用碱性的氢氧化钾 电压大约为1.5伏特 不过碱性电池的电压比较稳定 放电时间比较长 在许多用途上已经逐渐取代碱性电池 现在小树蛙你可以说出它们的不同吗? 荧幕前的你也来帮忙小树蛙说说看吧! 了解两种干电池差异的小树蛙点了点头 又问了 充电电池除了可以重复充电 又有什么不同? 狐狸猫说 我们来仔细看看 涅氢电池 唯可重复充电使用的电池 能够输出较大的电流 适合用在耗电高的电器 例如 数位相机 遥控车 而且比起长期不使用 可能会露出有害液体 损害电器的干电池 涅氢电池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所以现在市面上有些行动电源 里面装的电池就是涅氢电池 另外 生活中最常接触到的锂电池 也分为两种 通常用于手表 计算机等小型电器时 属于一次电池 无法重复充电使用 而广泛应用于手机 平板 数位相机等耗电量大电器的锂电池 则是属于二次电池 可以重复充电 可重复充电的锂电池 它的优点在于 使用寿命长 电容量大 输出功率高 只要避免过度放电或过度充电 就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如果不当使用锂电池 可能会发生燃烧或爆炸 因此 使用锂电池时 要注意不要摔 不要重疾 更不要过热 小树蛙好奇地问狐狸猫 那汽车用哪种电池呢 该不会是在车上装超多锂电池吧 狐狸猫带着小树蛙走到汽车用品区 狐狸猫说 汽车使用的是可重复充电的 通常放在引操电池 通常放在引操附近 汽车用的也是这种电池 铅序电池是在硫酸电解液中浸泡铅板和二氧化铅板 并运用其化学反应特性来制成 内部每一组电池提供2伏特电压 而汽车大多使用12伏特铅序电池 就需要串联6组电池 当电池放电时 正负极的铅会经过化学反应 变成硫酸铅和水 而在充电时 铅序电池只能连接直流电 正极接正极 负极接负极 此时电池内部 会产生与放电时方向相反的反应 负极恢复为铅 正极恢复为二氧化铅 听到这里 小树蛙不禁感叹 原来小小一颗电池 里面还有这么多区别 狐狸猫 回家后 你再和我一起 把这些电池整理成图表吧 狐狸猫拍胸说 没问题 我们先继续买东西吧 狐狸猫和小树蛙 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进行重点整理 一次电池 通常称为干电池 只能用一次 不能重复充电使用 例如 碳芯电池 与碱性电池 两者电池的电压 大约1.5伏特左右 最大的差别在于 碱性电池的电解液 是碱性的氢氧化钾 二次电池 为可重复充电使用的 充电电池 常见的有 聂氢电池 锂电池 以及谦虚电池 聂氢电池和锂电池 常用于耗电量高的电器 长时间使用下 聂氢电池 会比干电池安全 不过需注意锂电池 怕摔 怕重疾 更怕热 而谦虚电池 通常作为汽车 与机车的车用电池 其中一组 含正负级的电池电压 为2伏特 且放电与充电的 反应方向相反 最后 和狐狸猫与小树蛙 一起从生活中找答案吧 你观察过生活周遭的电器 使用哪种电池吗 这些电池的大小 形状有什么不同吗 欢迎和同学 老师 分享你的答案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